怒施狂刚 是功法中治刚治娘的一种 出手时 心中不能有一丝杂念 要将全身斗气融会于胸 积蓄巨大能量 顺势一击 你试一下 怒施狂刚 你这是第一次打出 狮子头吧 是 之前没听灵讲解药诀 一直都不得要理 今天也是第一次成功施展怒施狂刚 你第一次就能打出一个完整的石头 足践你的悟性和修为 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些普通的斗者 怒施狂刚这门功法 随着你自身斗气等级的提升 它自然会发挥越来越大的威力 你试试 是 由弹中学法力 将斗气 迅速 集中在手臂上 怒施狂刚 多谢长老之爹 我也是没想到 你领悟得这么快 小甲 终于后继有人了 那也是多亏长老之爹 你继续练吧 我走吧 从弹中学法力 把刀气迅速聚集到手臂上 怒施狂刚 你去哪儿了 你去哪儿了 我刚才去炼药室工会了 明天工会的人 会到萧家门口来炼药 炼一天 卖出丹药所有的费用 都会给死难者家属 好 去了我一块心病 可那些药材是哪儿来的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 我那些朋友啊 他们不愿意告诉我 你哪儿那么多神通广大的朋友 放心吧 爹 绝对都是一些正解的朋友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没有为家里做些什么 你就让我出点力了 省得我心里不安 还真是有点不适应啊 现在有件难事 你看怎么办 什么难事 你看啊 我们要进货 萧家总得有个压车的吧 我现在正在萧家的族铺里找 灰斗技的青壮年 看看找谁合适 爹 我一直都觉得 这次的事情有蹊跷 土匪劫道 抢东西就行了 为什么要杀人 我看这次 就是有人专门针对萧家 一个人都不用了 就我和勋儿吧 我和他亚一趟车 看一下对方到底是什么来路 那些伙计的伤我看过 对手是剑客 云兰宗那几个人 也是剑 嘘 这个时候萧家不能和云兰宗作对 得装糊涂知道吗 云兰宗算是梦里门长派 随便乱杀人 也是我萧家家门凋落 连保护自己车队的能力都没有 爹 这事我知道了 您和我 就装龙作哑吧 但是 延宵就不用了 怒斥狂刚你学了没有 我也曾照着卷轴练过 可是一直不得其门而入 爹 有什么要诀吗 孝家家传功法都有独到之处 没有人口传新寿是不行的 你去找家里的大长王 他对怒斥狂刚修为最深 出发之前便会辞功法 关键时刻会赢得着 是 我还说 我会想到你 我最好 我会想到你 就是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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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我